基泰大職去年發生了 坍塌和損林案件 明奈指出受災戶一百六十九戶 一三大公會鑑定的結果 需要賠償共一百七十六處 賠償金額高達一千六百多萬 但是至今沒有下文 市長蔣萬安強調 已經依照損林的規則來列管 基泰一定要負起責任 而基泰也回應了 賠償和市府討論之後 已經有具體的共識和方案 預計三月份就可以申請賠償 地板趨勢勝水 時不時還會有磁磚掉落 去年九月臺北基泰大職 坍塌事件 導致周邊住戶房屋連帶受損 明天指出一百六十九戶受災貨 零損賠償金額高達一千六百多萬元 至今仍未償還 直接欠過年 我們緊鄰他們 九號到我們是十一號 也沒有關心 也沒有賠償 也沒有問候 都沒有 完全沒有 旁邊的剝落 然後磁磚的稅裂 整個鄰里都有反應這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當然是會擔心 地基其實是整個連在一起的 延續下來後面這邊都還是會有影響 宣傳也有晚上地震過 大家都跑出來啊 住戶那表示 還是會擔憂地基安全性問題 因為遲遲等不到賠償 有民眾在年後寫信向市府陳情 希望能夠獲得幫助 更有住戶質疑市府作為 基台建設也不聞不問 對於基台的大職 它所造成民眾受損的部分 一定要負起對大責任 我們已經針對相關受損狀況 依照損失規則進行列管 要求基台必須要依照 鑑定報告進行賠償 我們已經有和市府討論後 那目前已經有具體的共識及方案 關於這個賠償經的發放時間 方式地點 將在近日內與市府討論定案後 會定期通識零存戶 預計三月份可以申請 建管處目前以一損零規則列管 同時發含請基台建設 以損零鑑定報告內容 向各受損戶進行賠償或修復事宜 蔣萬也表示 如果住戶對於賠償金額 並不滿意 就會依照1.2倍提存到法院 後續會持續追蹤 接著黃盤朋友組 陳常緯 泰邦報導